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红茶中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 能够有效地延缓衰老 对女孩子的皮肤有一定的保养作用 除此之外 常喝红茶还可舒缓压力 改善心情 在冬季喝红茶还能够预防流感性感冒 温和的红茶红茶一直是我国大众茶友所喜爱的茶类 除了在口感与香气上有独特的魅力之外 红茶中含有的丰富胆 白质和糖类 以及其他丰富的营养元素 能够增强人体的预寒能力 去养精神 在寒潮来袭之间 喝一杯红茶 不仅能体会到红茶甜纯的口感 它生了热暖味的功效 非常适合胃寒的朋友饮用 寒从脚起用茶叶泡脚身体更健康 寒从脚起 这句话大家都应该听过 像小编这样的冷血动物 只要一到冬天 脚就冻得和冰块似的 所以会喜欢在冬天泡脚 近些年 茶叶的保健功效 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推崇 许多人也开始喜欢用茶叶来泡脚 虽然这样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些任性 但是用茶叶泡脚 在这个冬天是有锦上添花的效果的 尤其是红茶水泡脚 可以起到人体的清洁作用 同时还能消除疲劳 抵抗各种冬季流感和疾病 用茶叶泡脚身体更健康 如果是拿还未喝过的茶叶去泡脚 多少都会觉得很可惜 但其实每次品茶时 都会有一些剩下的茶渣 用这样的茶叶渣来泡脚 既能达到同样的功效 又不至于浪费好茶 不时为一举两得的好事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试哦 冬季以红茶漱口电流感进行有效预防 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 不少的北方朋友都感受到了冬天的寒意 在降温的时候 也是人最容易生病感冒的时候 要对感冒进行预防 除了需要注意保暖之外 大家也可以试着每天用温红茶水漱口 这个方法对感冒也可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因为红茶中含有丰富的茶黄素和茶黄素 这些物质有助于抑制人体内养自由基的活动 防人体抵抗外界病毒 对冬季流感性感冒 可以进行有效的预防 红茶漱口一处多红茶水漱口 只需要在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各述一次 将温红茶水含在嘴里15到20秒 然后吐出 这样重复两次即可 其实除了红茶外 绿茶也有很多种效果 但在寒冷的冬天 小编还是建议大家使用红茶漱口 毕竟绿茶属性寒凉 喂 不好的朋友在冬天要尽量避免喝绿茶 其实 茶不单单只是一个简单的饮品 在养生方面 它也起着非常大的保健功效 小小的红茶 在冬季功效却不小 只要学会简单的在生活中利用红茶 就可达到一定的保健功效 在这个冬天 大家就尽情享受红茶的陪伴吧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